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单日确诊数字率创新高 需要强制检测的市民急增 2月14号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在吴幻炎主席的倡导下 迅速动员一切力量 订购了6万核新冠肺炎病毒快筛试剂 免费派送给乡亲同心抗议 14号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幻炎 副主席兼九龙中分会会长王玉明 常务副秘书长兼总干事周珊珊 东南传媒总经理林千祥 以及联会秘书处的一众义工 在联会会所进行检测和的分装和派送等准备工作 疫情每一天在不断的飙升 所以我们香港福建社团 董事会全体主席办公会 大家都觉得我们要做为我们乡亲服务的工作 今天就第一批我们把我们的测试包 交换给我们重载区的最需要的我们的乡亲 及我们乡亲的属须 福建社团联会会不间断地提供这些物资 给我们福建的乡亲 为我们福建的乡亲的安全平安作响 我们会努力地去做好我们防疫抗疫的工作 香港的疫情这么严峻 我们福建社团联会的服务主席马上召集我们的秘书组 还有这些副主席马上到市场里 我们去买了很多这种一气性鞋细胞 马上送到我们那个重灾区 包括我们的乡亲已经没办法住进医院的乡亲 送到他家里去 提到他家里去 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无论人主席 基这个乡亲所及 就叫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加班加点也要把这个温暖送出去 能为乡亲不误 我们感到很温暖的心里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常务会董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委员洪洪江先生 捐赠的5000套快速检测盒 也在2月14号下午送抵联会 联会也将尽快派送于有需要的乡亲 自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迅速部署十大地区分会 以及下属同乡社团 开展了一系列乡亲关爱行动 包括成立10个抗疫役工队 向敏及乡亲发放抗疫物资 迅速采购了数万个快速检测包 派发给有需要的乡亲 与民政事务局视频连线商议齐心抗疫 通过电话短信慰问乡亲 以及给染疫但尚未入院治疗的乡亲和家属 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援助等 同心抗疫 战胜疫情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